各位观众,主内平安喜乐 欢迎你们收看平日的福音分享 今天的福音是常年期第33周 星期六,路交福音20章27到40节 互活的问题 否认互活的撒度赛人中 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 师父,没事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子事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誓 曾有兄弟妻人 第一个,喜乐 妻子没有子事就死了 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子 七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留下子事就死了 末后那妇人 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互活的时候 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但那堪得来世 即堪当由使者中互活的人 他们也不娶 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视天使 他们既是互活之子 也就是天主之子 自论死者互活 梅瑟已在荆棘篇中之名了 他称上主为天主 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 伊萨格的天主 以及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有几个经师应声说 师父你说得好 从此他们再也不敢 质问他什么了 撒度赛人属于社会 地位较高的富有阶层 他们与罗马的统治者合作 在宗教方面属于保守派 以相信死人互活的 法利赛人互相对立 他们否认死人互活 并且只承认梅瑟五书的教导 梅瑟五书是梅瑟 给以色列人宣布的法律 就是西伯来人所说的托拉 是圣经上的法律名词 保存与天主结盟的原则 以宗教为基础 是他的特色 梅瑟五书中 带兄弟立世的法律规定 当人婚后无子事而终 他的兄弟就有义务 娶寡妇为妻 而且所生的儿子 应归于王者的名下 并有权继承王者的家产 以延续家族的生命和财产 否认死人复活的沙渡塞人 不认同耶稣教导的复活道理 也不认为耶稣认识梅瑟法律 就利用梅瑟五书中的带兄弟立世 以维护王者权益的人道法律 只问耶稣 那位先后嫁给七兄弟的寡妇 将来复活时 究竟是哪一个兄弟的妻子 企图借着质疑死人复活 以待兄弟立世的法律矛盾 引诱耶稣犯错 以达到破坏耶稣名声的目的 然而耶稣对他们所设立的陷阱 却平静地以 现世的和复活后的生命之间的差异 说明死人复活后的婚姻观念 现世的生命是暂时的 且在死亡的那一刻结束了 但是复活后的生命 则是一种决然不同的方式 也就是活在世上的人 借着嫁娶 延续生命 但是透过复活 参与来世生命的人 则不娶也不嫁 甚至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视天使 成为复活之子 天主之子 至于死者复活 耶稣知道杀杜赛人 把梅瑟视为绝对的权威 就把自己的观点连结梅瑟的信仰经历 指出天主在荆棘丛中 要梅瑟对以色列子民所说的 他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萨格的天主 以及雅各伯的天主 来表明自己 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 也就是所有人在天主眼中 都是生活的 当时的经师们 听完耶稣的解惑以后 都认同耶稣教导的好 从此再也不敢质问耶稣了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